Anthony04年創立輪椅武術 宣揚雙見共融 希望為殘疾人士的生命 帶來點點改變和色彩 輪椅武術沒聽過 其實應該有點難 因為沒有腳用腰發力的話 其實有點難度 Anthony, 輪椅武術的技巧是怎樣的 坐得輪椅的朋友 大部分腰力都不足夠 我怎麼模仿他的腰力呢 我們嘗試翹起腳線 好, 這樣 當你出拳時, 重心會失重心 這就是雙殘人士面對的困難 我們如何令它平衡 當我們出拳時 我們手同時加手後 成為對抗性的動作 剛才的法力理論 不是我們一開始就有的 我們想了很多方法 如何模擬它 發現他們很喜歡拿著輪椅出拳 我就知道原來它失重心 我們嘗試能否拉到某個角度 原來這樣可以令他們的中間平衡 即是你一開始 你也很多時候會坐在椅子上 感受一下他們的感覺是怎樣 令他們有一個教學課程 沒錯 在輪椅使用者的視覺中 去研發的東西出來 為何要練武術 不只是一個運動 希望令他們可以保護自己的儀式 我在2004年 去韓國的宗教聚會有一個感動 看見一些翻譯首語給聽障人士 那是我有一個照片 就是一個雙殘人士和抬拳道 我回去跟一群師兄弟和我的學生一起 想想如何發展這個輪椅武術 透過輪椅武術 除了讓一群相見人士 能夠可以建立自己之外 希望也有一群相見人士 告訴別人 我們將一些不可能成為可能 每打一下都會痛 手也痛、腳也痛 而且完全不能發力 坐輪椅的朋友 他們練武術是超乎想像的難度 青出於藍是每位教練的心願 Anthony為哀徒負上無限心力 成就他們的夢想 更改寫他們的人生軌跡 關翠 Anthony,你好… 好,我們一起行禮,敬禮 太好了 Anthony,我知道你有兩個圖誕很厲害 特地過來看看今天 教徒弟是怎樣的 沒錯 你可否介紹給他們 這是詠恩,這是嘉敏 詠恩,你好… 嘉敏,你好,打擾了 你好,寶寶 你好 加油,一、二 手刀… 好,手刀… 好,手刀,試試一下,手刀 好 我知道你出生時 生活上比較困難 是… 其實你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我是一個阿伯時症患者 一出生,其實手指和腳趾都黏了 也會經過一串的手術進行分開 你從何時開始接觸鱗武術的 大概是2004年左右 當時有同學介紹的 他說有鱗武術的運動挺好的 有益心心之外,還可以跟外界接觸 玩完之後發現 雖然我的樣子和腳趾和其他人有分別 但其實我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運動 你這條黑帶用了多少年時間 以及考過多少次 用了十多年的時間 用了十多年的時間 這樣一考的時候,不是開心的飛起嗎 很開心,因為我也沒想過 我會考到黑帶 學完之後,我真的大膽了 多說話,以及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可能因為病的影響 令我很害怕地面對陌生人 我最欣賞李教授的是 他可以令我由一個很害羞的女生 變成一個很有承擔 很有責任的一個女生 因為當教練,如果你沒有責任的話 其實是可能做到一個很清心的教練 essentialen 嘉銓,你好,打擱你 3 你好… 我想問你,你的成長對方 reus差 我坐輪椅沒問題 都只是10年的事 我從事一定還是走南流 也有玩台拳道 突然一個 Max 女性分享 devo gör 不會不會encias走樓梯 開始我就坐為啰 我不甘心,我覺得要嘗試找 希望考到黑大 去教一些不同需要的人 我不想因為身體有事,我就放棄了 李Sir說,你來學一下 先試試,你喜歡就繼續 我一試就試到今時今日 我始於在一個… 可形容為黑洞 因為人在黑洞裡 不斷遊走的時候很難走出來 輪移舞術令我在黑洞裡走出來 因為李Sir在過程中 其實很少跟我們說不行 反而如果我們這件事不行 他會找另一個方式 去嘗試將你的長處發揮到最大 你一考到黑洞的時候 你是否開心得到飛機 其實考一段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障礙 我試身體挺差的 而且眼睛也視力不太好 李Sir很破格讓我試一次 其實他在黑洞試的時候 當時他的身體突然退化得很緊 那個退化程度就是 我覺得我們要為他提早考試 因為他真的跌落 他說話開始不清晰 我跟他說,趁你仍然可以看到東西 你儘量可以感覺到你怎樣打扮 到將來真的有機會看不到東西 你記住這個回憶 這個回憶是跟你一輩子 因為這是你親手做出來的成就 最後成功了 李Sir親手幫我戴黑帶的時候 那個畫面真的哭出來 大家都很感動 因為其實機會可能… 對大家來說還有很多次機會 但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 可能只有這一次 我能夠親眼看著自己戴黑帶 其實這個很值得和很感動 所以很感謝李Sir給了我這個機會 對我們兩位要求 謝謝李Sir